现在开始说 怎么着给老人了都 关于解决老人养老问题 我得听听你的 先听听你的 你是个什么打算 两家站 两家站啊 两家站 十七月住的时间 又要站 谁也没破门 你嫂子愿意同意 同意轮着住 你同意轮着住吗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也同意 行行行 行吧 老大 都行 是吧 行 你接他吧 对对对对 这要咱们家乱人接就行了 那没事儿 那才好了 你看来 你看来 他那从孙子接才好了 这个孙子们都来接你 这属于大夫行孝了这是 你不能挑这个理 抓的花瓣没用 还是不痒啊 你别叨叨了你 走走走 回去回去 你这个人呐 心不赖 就是你这个嘴 是不是 你又不是跟你小时候 你跟你小时候这么说 我能理解 他怎么的也是老人了 别说了 你不说了你到底养不养啊 我怎么不要他呀 养回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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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叫小子结他死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跟你解释 你可叫你媳妇娘来 你个老公公 叫你媳妇什么 叫她见交 我叫她小子 我摸了她爸爸来 小子结不得哦 你问问你这个小子 刚才我怎么说你公公来呢 你你小时候再提醒他 你还不知道的 我理了我这老儿媳妇 给他摸了他哪哪里 我理了给他磕头来 大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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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公公可能还有些意见 看到这种情况 邦大哥觉得 要想真正的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还得先解开他们的心结 跟你说说 那些人都是媳妇他妈妈死了 我经常上这儿给他摸头来 他打高一层一层 被我喝 喝我也不去 我说你不去被你去 反正我不去你 我还没人非学姐你去 对不 我还没人非学姐你去 对吧 你被我自己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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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 你是老人 少是老人的 被想给你磕头来 我还说少别人磕 你老夫给你磕 就带到哪里里了 是谁死了这是 我还给你 孙子媳妇男的 孙子媳妇男的死了 后来磕头来了 他磕头来 对吧 他是老人他没动态 他就拿着 你给他这些人怎么大一家人 你才能不能一棒 你都会气 我说这个事 我是这么容易 我为什么这个 不解他 磕头有点气 是吧 这个老大爷摸的 大爷摸的 早上一半就分一点 摸的事了 就把笑就憋了 什么叫憋笑啊 是这么容易 你妈妈妈进去 不是 摸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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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白痴 就说笑 给你给我打搜走的 给我姐走的 给我二手搜走的 就轮到我了 妈妈 让你走一条 说命运创什么 后来那儿说 你看 本来没人走的 谁说的 我大人说的 你穿的我大人在城里 裤子也没穿 你穿了八卦 他笑小了 他说是吧 不是小的 穿的他省的 谁给你那儿呢 谁给你那儿呢 我大嫂过那儿呢 你大嫂那儿是你大嫂的事 我可不知道什么事 我这个人买起来 我就把笑给人家了 给人家了 那不是我的 我得给老大夫 然后我一样 妈妈叫我怎么说 欠了一样 我大人的意思 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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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笑不够了 不是不够 不给他 不给他走 这谁说不给你了 我大嫂不给他走 你大娘说的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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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嫂 你大嫂 你大嫂说不给你走笑啊 我就不知道什么事 我大嫂说不用了 走 我特上说的 就你大嫂说不要 我特上说的 你说的事我也不教你 是是是是 那当时都谁再给钱啊 我小的好久远见 有我大嫂 有我二嫂 那房子不是多呀 她说那句话 我说不给你放了 我说那句话哩 你好像想想了大嫂 我没想 我也没说了 我也不说了那么事 也不是笑不够了 笑不够了 笑不够了 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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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有矛盟吗 有矛盾吗 那时候没有矛盾 那没有矛盾 就这么说了 谁也别笑了 要是当时啊 要是在此之前没有矛盾的话说 你大娘了 没有理由不给你扯这个笑 是不是 我估计当时啊 这是赶上那个忙了 赶上忙了 或许你听错了 孩子们是吧 听错了 听错了 因为你们没矛盾 没有理由不给你当侄女了 她笑不又不说不够了 咱们咱们不能 敬你大娘的恨 保证她不是 那句话估计是听错了 误会 对误会 我估计是误会了 听错了啊 绝对不会怎么做 那不就急事半步的事了 对不对啊 说这个事 咱们从此以后咱们放下了啊 谁也这块心灵 咱们都把它放下来 谁也别存张了 说清楚了一件误会的事 史大哥的父亲说 这件事他们可以不计较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 儿媳妇的做法也让她很生气 这个咱也去女婿 去女婿 早要是去女婿 是吧 头一天 头好几天 那天就对她说了 咱多个八十了 是吧 接着气 咱们以前八十了 咱就不已经来了 来来说 妈怎么摸我扫啊 是吧 哎 我已经打个电话 看我过来 咱稍微放点脂肪去 酸妓老大媳妇没过来啊 他就说他们过来 哦 那我跟他打电话 我看我才需要的 嗯 这是一方面 当时你为什么没来啊 老大姐 那个他跟我说 两人跟我说的时候 是跟我说说 那个多张那个 给导人帮啊 就给这个导人帮 他朋友过来 他说 多张多张那个 一办事的时候 我说 我就硬了 然后 后来他 那一天 我跟他老二姐 他没张照 不得不得不得 我说你跟他老二说 我说那天 你不过 我过去 哪个小子不过去 是吧 我说我跟他老二说 我过去别马上 是吧 后来他可能是又过去了 他手都过 我说过去过去吧 过去你那个 我给你拿了一百百 我给你一百块钱 你少五十 起吧你起吧 我别过去了 我 这个老大媳妇你想得短了 这个事儿 是吧 孩子们不过来 应该动呀孩子们过来 孩子们实在不过了吧 你也得过来 因为请到你了 一家子了 是吧 孩子们结婚了 你那是应该过来的 这是 这个一开始 不是 不知道这是哪个事儿 我不该 我怎么不该过来 你说我为什么不该过来 提前 找头一个女士来 我跟你说 什么事儿也是我管的 我都管了 管了等你把胎 说就是这个女人 说生孩子 说破口肠 那个说 什么杨叔叔不过来 什么回事儿 我说那个部长 你刚才找那个女士 刚才给他打电话 你他打电话 后来他也没电话 前后就妈妈打电话 我把电话给他 说门来 刚回来 一回来 说说破口肠 咱们说我回 破口肠是什么啊 出了主意叫他 破口肠 我没能不能 能不能 这个我说说的 我没人还怕爸爸 我都不要管了 管了人家说不好 更说我 更说我 怕调理是吧 这些话从哪儿听来的 是她 亲自听见他们这么说了 还是别人烧的话 这是 你这家人也走了 你孩子跟我说的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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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的 原生的女婿说的 或者 他走了 他不是大人的事儿 对吧 他说这儿这个人 对吧 那属于你们家教子无法 现在女婿吧 你看 找他家人 那是家人 你们之间有矛盾可以 是吧 但是个女婿呢 她不敢给她大娘说这个话 现在那个姑爷 不是你们家的了 是吧 但是当时她是你们家的人 让谁谁也得挑这个理 对吧 所以这点你得理解你嫂子 但是 当嫂子是吧 当时啊 比如说你看你老二 给他手势有矛盾 那个是吧 走你来讲 应该给他们办事儿 给他抹哈抹哈 一个手势给折了 是吧 给他们说的说的 小子不来 轰着杆垒的露露面 这是你应该做的 是吧 你俩说 对对对 你们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 两头都给放下了 你这一样俩也不能挑 你嫂子的理了 是不是 你不能挑媳妇的理了 老大爷这儿了 也别挑你公公理了 是吧 你们这个都是事出有因的 啊 你们没用一个做的对的 在这件事上 邦大哥觉得双方都有责任 要想往何处走 双方都得改变自己的做法和态度 但说到这儿 石大哥的父亲又说了 而媳妇对他的态度就没有好过 这个给他打电话 他说打电话不好事 我说 这个电话给我说 你打电话不好事 你小子又不在眼 你小子又不在眼 你老大家接着电话接着不耐烦 是吧 是这意思吧 你说我打电话 换我说你 你就是除了我说的 你还想我说你 除了说死人 你上哪去 找哪一通 爹你什么事 那喜事告诉不告诉你 那喜事告诉不告诉你 那喜事跟小姐姐没见什么的 有喜事他没跟他说过 那个曾舍姐走九日 是吧 你跟他说过呀 我就没见去 后来我知道 我以后我才给他五十块钱 哪个事你跟我说过 帮他也去几分 帮他也走九日 谁家你跟我说过 没跟他说过 就他等他啥 啥女子也跟他说 那就去 不跟他说那就不知道 这个事了 是这么个意思啊 女儿喜欢她那个态度 当时电话里边 一过去也有关系 一过去 你要说光死了人了告诉人家吧 别事不告诉人家 平时要不招人家门 是吧 心里有点气 他的态度肯定是不对 他那作为当老人来讲吧 你听我说 听我讲吧 你是那一家执掌 是吧 那些外人啊 周围的邻居们 家里有了什么事 跟人当老爷子的说声 长座的说声 然后让你通知你这小的了 是吧 红事也好 白事也好 这是个为人的这么一个 对 知道这个事了 以后您也记住点 这要是通知你了 通知你这家的了 你都告诉人一两句 是吧 记住了老爷子 记住了 行了 没有人기公 글名 doğ 鐵 老爷子